我现在在东京 满身大汗因为我刚刚骑脚踏车 然后这次就是又是临时起意决定来东京 小小的旅游一下 然后这次没有意外的话 当然也是安排了五间教室要去上课 然后一看到两场表演 然后这期间呢 就是跟着我到处吃吃喝喝好吃的素食 然后去买买舞蹈用品 然后我刚刚骑脚踏车来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来日本都超爱洗他们的那个公共澡堂 然后我住的地方附近呢 刚好有三家都还蛮有名的公共澡堂 我刚去洗的这一家 它是号称什么时尚澡堂 反正里面的装潢就是非常时尚 然后重点是它门口就有县级的那个酒吧 县级的啤酒可以喝 然后刚刚洗完澡澡了 现在我们就骑脚踏车回去住宿的地方 准备明天开启我们的东京之旅 看哪里进去啊 超美的教室 轨道灯 然后他们很妙他们把干事每堂课开始之前在自己装起来 每堂课开始之前在自己装起来然后下课这种裁剪 这里是Choco的代官山的教室 然后它是一楼是它的咖啡 然后二楼是商品 然后可能后面是教室这样子 然后我们刚刚上的应该是这边难度最高的课程 我觉得动作还好 不会到特别高难度 但是组合非常的反惯性 就是那个动作已经不难 但你接起来就是怎么接怎么怪 然后这边的学生就是大家都打扮得很漂亮 然后大部分都还是就是成人 所以我觉得上起来也还蛮没有压力的 我老师也非常nice 这堂课就是我其实觉得蛮推荐 虽然很多人都说这边是网美教室 但是就是老师出的组合真的蛮反你平常练武的观 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蛮反惯性的 就是还蛮好玩的 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 然后课也不贵 所以我们第一次体验的话是两千二 然后后面好像是三千多块日币吧 我觉得其实还蛮便宜的 然后你买课卡的话就会更便宜 然后来这边上完课的好处就是 当然是要去逛逛他的那个舞蹈用品店 然后顺便去吃一下楼下的咖啡这样子 喝完咖啡也shopping完了 然后呢我现在要走路去另外一间教室叫angel art 听说也是很漂亮的网美教室 angel art有三个分点都在涩谷这一带 然后我今天要去上的是他的涩谷校区的其中一堂课 然后走路过去其实有一小段大概可能要走个十来分钟 但是刚好顺便逛逛这一区 然后去看一下另外一间教室 哦对然后我这次安排的几间教室 每一间几乎都要事先上上预约 而且他的预约很麻烦你要注册他的那个预约系统 然后你需要有你的日本名字的片甲名 然后还有电话号码我都随便乱填 12345678然后地址的话就填饭店的地址 但是每一间教室几乎都要事先注册会员 然后上预约 这一次只有Architects其中一间教室不用 然后其他的教室是都要注册会员上预约的 山山闪 地下一楼 一二三三间分室超多客 跟一室跟一室 下课了 这家Angelo R 其实从Choco代官山总店走过来 比想象中的近大概走不到10分钟的到了 所以想要断腿的人可以考虑一下这两间教室连二 然后我刚刚上的是他的Open Level 就是不分程度的那个Open Class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想要来这边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的话 不要选择Open Level的 因为他真的就是暖身课而已 老师基本上也不会讲太多 然后就是出的动作都是以让你练功跟暖身为主 所以除非你是想要来就是动一动的男生来 那你就可以选择Open Level的课 然后他因为他有三间分校 所以他整个三间分校可以选择课超级 都比Choco还要多很多 然后我觉得他没有像大家讲的是网美教室耶 他这边反而有很多那种打扮像流浪汉 或是很像去练瑜伽的人 如果有在跑舞蹈教室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不像Choco那边 大家都穿的很美的 然后那个要拍行录一样 这边我觉得就是还蛮一般的这种大型教室 然后日本这种大教室 基本上都不给录影 所以这次应该没有舞蹈课的影片可以看 就多看看我吧 然后对这两间教室都是 他有时候有些课是会有现场钢琴伴奏 但是价钱都一样 反正就是有些课有些课没有 然后上完两堂课都我强烈不建议连二 因为真的快要死掉了 反正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 吃起来就像我们的素食的小子 但是煎的还不太好 不错,工夫不错 油腻腻的青菜 好油好油 NBA 差不多了吧 回到家了,然后 我们现在又 准备要去洗澡 今天洗另外一家不一样 他叫大黑糖,好他也是很有名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会一直换不同口味的汤 然后这个月7月限定的是梅子汤 然后其实每天都有不同口味啦 但是梅子汤是只有7月份才有的 所以今天来去洗一下梅子汤 看看是什么味道的 洗完澡澡了 这一家 它好像不是只有7月才有梅子 因为我看它好像一直都有梅子 只是不是天天有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超舒服的 因为它很加分的是它有那个露天的浴池 露天的泡起来真的就是不一样超舒服的 只是它露天浴池是男女生轮流开放单霜好这样 所以如果要来的话要看一下日子 真的要来泡露天的超舒服 整体来说我觉得比昨天那一家还推荐 然后现在时间也有点晚了 赶快回家 骑脚踏车回家休息吧 早安 我们今天要去富士山 然后再去富士山之前 先来桃园吃水蜜桃 才刚吃完水蜜桃 竟然又要吃午餐 好像是这边三里县的特色饮食吧 反正就是一些很清淡的清州小菜 然后也有提供素食 方便的 我后面这棵就是富士山 然后现在是夏天 所以它头顶的刘海都已经融化了 等下就会往富士山靠近 太阳真的好大 好热 好热 搭了个缆车上来看 更近的富士山 然后夏天真的好热 缆车要排好久 我觉得没有特别推荐 搭缆车上来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选择搭车上来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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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四山回来了 然后原本我要去那个 新宿站西口这边有一家舞蹈用品店 但是因为时间有点delay到 它已经关门了 那我们现在绕去另外附近 还有一间Sylvia 因为我很爱 Sylvia他们家的裤袜 想说去看看 有没有裤袜可以买 然后晚点再去 附近这边的舞蹈就是上课 买完东西了 其实日本舞蹈用品店超级无敌多 你随便上google map搜寻一下 那跑出很多大大小小的 连锁的 或是local的 然后 里面大家比较推荐的 应该就是 就是刚刚没有去到的 那个melbar 跟这家Sylvia 算是自由品牌里面东西比较多的啦 然后其他的店就 可能刚刚有路过的时候 可以顺便去逛一下 但我觉得是 该不用特别跑一趟 那我们现在去 新宿站旁边 一间舞蹈教室叫Noah 这一栋超多间都是它的 关西教室有瑜伽 它有全其健身有其他舞蹈 到了 你看这边 摄影机 超多 它光这一楼 芭蕾跟瑜伽的这一层楼 就有六间教室 然后下面还有好几层 就是每一层还有各种 其他不同的五种感觉 就是非常大型的一间教室 然后它的收费比较高 它单趟的话是五千五百块日币 所以大概才第一千出头 不过它这个地点真的是无敌 而且那个新宿车站旁边 然后它除了这个新宿分校 它还有很多的分校 然后每个分校课都超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庞大的 舞蹈教室集团 然后它待会要上的这堂课 是初级的课 蛮晚的课要上到十点多 所以来去看看 下课了 嗯 初级课 把刚刚蛮简单的 但是centre蛮难的 尤其跳要速度都很快 然后对centre蛮难 但是它这边的好处是 就我刚刚上的这个老师 他是会下去一个一个帮你瞧动作 所以在open class里面 我觉得是比较少遇到 所以如果你喜欢被瞧动作的话 也许可以考虑来这边 但是因为价钱就比较高 大家自己斟酌吧 整体来说就是一般的open class的教室 然后但是老师刚刚超可爱 老师刚刚下课我要找他合照的时候 他还跑去梳头发 他说我一定要是可爱的老师才行 然后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去超市密个时就回家睡觉吧 晚安 好久不再来 我来说是个早上的焦野 我来说是这个网友 吃到这种了 我这种了 我来说是个小时 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吃飽了 是一家全素的壽司 还蛮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素食壽司这个对 日本人来说就像珍珠奶茶饭一样 有点邪门 所以它虽然生意不错 但里面全部都是外国人 然后价格我觉得还算OK啦 就10个寿司加一个汤这样3300日币 还算OK的价钱 所以如果吃素的各位 蛮推荐可以来尝试一下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路去 也是在澀谷的一家舞蹈教室 是此行我最期待的一间舞蹈教室 它叫Danceworks 然后很期待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间街舞教室 竟然有开芭蕾课 所以很想去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 而且论坛上面还有人说 就是蛮推荐这家舞蹈教室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走路去Danceworks 看看街舞教室的芭蕾课长什么样子 下课了 哇这家不错 蛮推荐的喜欢跳大动作的人可以来 就是呃 它是那种比较不会刁你的那个 位置一定要很正 然后动作都很大 满舱跑 Center流动一组最多两个人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动作真的很大 我觉得喜欢大动作的人真的可以来 然后它一堂课是两个小时 超级 超索直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亚洲是比较少 包括在台湾跟建局韩国 还有日本上的这几间 就比较少遇到这种上课 会是比较大的动作 甚至有点现代的老师 那欧洲的话这种课就比较多 所以我是觉得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但是程度上真的都蛮难的 然后同学程度都很好 都跟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是记动作比较慢的人 可能你就要稍微考虑一下 再决定要不要来 但是我是觉得蛮推荐蛮推荐 而且是两个小时的课 真的超正 出乎意料的 然后他们课超多 其实他们不只街舞课 还有那个什么爵士啊 现代很多 刚刚老师走向 我吓到我也老师跳街舞的 B-boy 像跨裤 然后oversize 这样 还不错 推推推 然后今天下午的话 我是预计要去看 小美人鱼的芭蕾舞 我觉得发生一点意外 所以我没有买到票 所以我现在要去现场看看 还有没有票可以买 应该是有啦 我刚刚上网看还有 所以就出发去新国立剧场 看看能不能买到小美人鱼的票 这新国立剧场的位置很不错诶 又大 然后高度差 又很多 视野很不错 看完了 看得很舒服的一场表演 影响地这个超赞 而且看完表演还发小熊比赶 因为他这次小美人鱼 这一整个档期都是亲职场 就是那个小孩也是很优待 所以几乎有一半以上的观众 都是小朋友 然后一个半小时很快就看完了 然后现在眼睛吃饱以后 我们要去 又要去填饱肚子了 这里是一封堂 然后据我手机也是唯一一家有提供那个全素的选项的一封堂 然后虽然我不是特别爱吃面 但是他全素的一封堂还是得来尝试一下的啦 洗完澡澡了 今天泡这一家古色古香 然后号称可以从露天浴池看到这个晴空塔的浴谷汤 可是其实你只能从那个窗户的凤凤 看到一点点的 看到很苗条的晴空塔在那个凤凤里面 当然是洗得很舒服啦 然后最后天晚上 所以回家稍微收拾一下行李 明天还有一天的行程要跑 要去看此行最重要的大嘎啦 回家睡觉觉 我原本想要订衣服这个 下课啦 这家就是基本上讲到那个东京的专业课的open class应该 这很有名啦 大家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这一副 这也是Architense 然后就跟预期的差不多 就是标准的专业课open class 上课不要很快 然后做的难度很高 然后会跟很多乌者老师们一起上课 所以如果你是要上专业课 或是像我们这种来打酱油 但是喜欢看舞者老师们 痒痒眼的话 就可以来这边 然后 呃 因为open class它 蛮多都是会掺杂英文或是全英文 授课 我觉得对外国人来讲是比较友善 但这边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交通 不是很方便 你从最近的捷运站或公车站走过来 都要走个大概十分钟 所以 如果你只是来东京 晚上要顺便动一动的话 可能大老眼跑来这边就有点 大家自己斟酌吧 课费很便宜 drop in 三千块 然后上课肚子超饿 我先来 我们先来去 觅食 最后 因为待会要去看那个表演 然后再去看表演之前 先来填饱肚子 然后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来这家店 买它的猪排三明治 但是没有看到猪排三明治 所以 又点了面 然后这家 哇我超多年前来日本 那时候日本吃素超不方便 只有这一家有 那个 全素的拉面店 没想到它到现在来活着 所以 来回味一下 没有吃到猪排三明治 我好想吃猪排三明治 好 然后 顺便来总结一下 这几天上的那个教室 这几天教室的话 只有Architan 是不用事先预约 直接来就可能 其他教室建议都要事先预约 因为他们现在都要注册会员 然后 Architan 先撇开在一边不谈 因为它就是 就是专业课 我觉得它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下几间教室的话 我心目中的排名 最喜欢的 出乎意料第一名 应该是 Charkle 因为我觉得它教室很美当然啦 但是老师其实教的蛮仔细的 然后组合也很有趣 然后整体上课的范围非常好 然后第二名是应该是那个街舞教室 Danceworks的课程 就是蛮有趣的 这样 然后可能比较不推荐 就至少我上到的老师啦 可是当然每个老师的风格不一样 比较没有那么推荐的可能是那个吧 那个新宿的Noah 新宿的Noah 这一只大约就要来看这一只的那个大纲啦 然后因为我原本是有准备了几件我们自己的T恤 诶 想要买的话 呃 九月上架 原本是有准备了几件 不是T恤啊 讲错了 我原本是有准备了几件我们的背心 要送给舞者 但是因为他开眼前 他有在那边宣导说 叫我们不要表演结束后 在那边堵舞者 所以怕他们到时候会把我们赶走 所以我就刚刚先把礼物交给官方 官方会帮我们转交 但要让我们上飞 还是帮忙 什么 就是 设意 中场休息 他这个表演一共分成4个场次 演出将近4个小时 好勒好餓 然後這邊完全沒有東西可以吃 還好我身上剛好有一包那個隨身沖泡的高蛋板 我剛剛把它泡來喝不然我真的要餓到昏倒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演出它 總共17支舞碼 然後裡面只有 欸裡面只有三支古典 然後兩支新古典 剩下全部都是現代 它剛剛改名叫世界現代芭蕾舞劫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歷年來都是以現代為主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來看過 但是有幾支真的是抽象到 我真的看了腦袋一片空白 然後沒有慧根當代看不太懂 就真真心情的時間可能只有三支舞的時間 終於結束了 現在十點二十五六點開演 演了將近要四個半小時 這應該是我看過最久的秀 不過它蠻特別的是 它是現場伴奏 GALA這樣現場伴奏 我有遇過第一場現場伴奏的GALA 然後日本觀眾好冷靜喔 他們演出間幾乎不太會拍手 然後結束也不會有太多的尖叫 但是反正就是很有禮貌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去準備領個行李 然後去機場搭飛機吧 啊 我們在把阿嬤歡迎 欸 歡迎光臨 做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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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到底是誰又把這個放 there 我回来了 在哪里 木梅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但是你不乖 妈妈回来了